段容粉丝娃娃菜怎么做才好吃呢 下面大厨教你饭店里的方法 出锅粉丝筋道娃娃菜爽脆 做法呢还非常简单 一起跟着视频看如何制作的吧 首先准备一包性感的娃娃菜 我们买娃娃菜的时候 一定要挑选这种小颗的 这种口感清甜爽脆 接下来我们将娃娃菜的根部切去 再切掉三分之一的叶子 然后一分为二切成六半 切掉这个叶子我们不要浪费 接下来还要使用 知道美食制作的多少 根据我们家庭的人口来决定 我们在酒店一份菜用两颗娃娃菜 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将它装入清水中 这样能洗掉上面的灰尘和残留的浓药 最后将娃娃菜浸泡10分钟 趁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一些提前泡好的龙口粉丝 切记粉丝一定要用冷水泡法 再用剪刀将它剪的短一点 这样吃的时候才会更加的方便 下面我们将粉丝中淋入一些炸好的蒜蓉 不会炸蒜的朋友可以去我的主页看一下 里面有一道蒜蓉粉丝蒸大虾 炸着蒜蓉有详细的教程 然后浇入适量的蒸鱼汁油 用筷子将它搅拌均匀 提前腌下底味 吃起来会更加的美味 这使得娃娃菜已经泡好了 我们将它混干水分 摆入盘中 家里没有大盘子的朋友 可以用一个小盘子 最后将娃娃菜的叶子装在中间 再将粉丝盖在上面 为了使蒸出来蒜香味更加浓郁 我们再淋上一些蒜蓉 娃娃菜的上面也要浇上一些 最后我们将它放入蒸箱 盖上盖子 蒸至十分钟 趁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一些青红辣椒 用这个主要是搭配颜色 这样做出来会更加的漂亮 先切成辣椒丝 最后切成均匀的辣椒米 全部切好以后装入一个碗中 这使得娃娃菜已经蒸好 我们将娃娃菜取出 哇蒜香味扑面而来 最后我们撒上青红辣椒米 和性感的葱花作为点缀 盐味不够的话 我们再浇上一些蒸鱼赤油 最后泡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香味 这样一道咸鲜美味 蒜香浓郁的娃娃菜就制作完成 喜欢的朋友不妨可以收藏起来 感觉这个视频做的不错的话 请记得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非常的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